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中国应被内入中程导弹条约的,中国不在这份条约里,他们应该被内入该条约中。 美国总统顾问约翰·博尔顿在接受生意人包采访时说, 比如说,现在中国弹道导弹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一半都不符合中导条约,是想他们要销毁或许超过一半的弹道导弹,只是不切实际的。 如果我们在足够早的阶段采取一些行动的话,这或许还有可能。 美国国会所属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AARC2016年发表题为中国与常规导弹攻击关键的能力正在扩张,的分析报告时, 就指出解放军可使用远程弹道导弹、反线弹道导弹和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等威学公道。 报告提出了数项回应方案,其中一项便是重新审视中导条约, 指过者未来可推动中国加入扩大的中导条约,减少中方导弹部署, 但也有专家质疑这样做是否有效。 杨兵国评论,斯朗普这次退出中导条约,最直接的证据,是指责俄罗斯违反该协议,但没有拿出可信的证据,而俄罗斯反而指责美国,才是违反中导条约的罪魁祸首。 在美国拿不到桌面上的指责,顺带,把中国也想绕进整个圈子里。 然而这种图谋很显然,有点找借口找过了头。 不管是冠冕堂皇的指责俄罗斯,还是顺便捎带上中国,其实都不是美国的美国的真实目的。 我们看下特朗普提出要退出中导条约时,几乎全世界都一片指责和反对声音,但有一个国家却表示了支持。 这个国家就是英国,在莫斯科访问的伯尔特,还指出日本也支持美国做出此决定。 事实上在美国总统宣布将退出之后,日本政府官方长官表态时,希望避免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而日本广岛和长期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城市纷纷批评特朗普退出中导条约。 从中可以看出,明面上日本并不是博尔顿所言支持美国。 至于英国,为什么支持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我们看看最近英国的举动就明白,但反反对俄罗斯与俄罗斯,不利的事情都会支持。 另一个现象是英国人比美国保守派势力对发动新的冷战更加积极。 英国人有两个心态,第一是不甘于做二流国家,尽管快成三流。 另一个心态是以美国人宗主国字句,从心理上喜欢把自己绑在美国战车上。 但反美国所秉持很多主张,不管正确与否,英国大都会支持。 就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即便所有盟友都不支持,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英国还是义无计猛的支持美国。 从历史上看,冷战的主角虽然是美宗两国,但发起国和幕后黑手,却是擅长娃依谋为英国人。 这也就是著名的丘吉尔铁木演说,我们再回头看看,中党条约,的签署,历史背景。 在前天的一篇文章,中简单阐述了该条约的成业和具体主张。 那为什么在冷战时期美宗简版弩章的时刻,能结束一份让世界,尤其是欧洲免遭受核灾难的严重后果? 1987年苏联领导人格尔巴乔夫上台,基本上更改了与美国以及北约的继续对抗下去的意愿。 苏联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政策僵化,可以说对美国乃至北约的做出了重大让步。 由于美国所领导的北约的在该条约外武器技术水平和数量均在巨大优势,按照中导条约所规定,事实上苏联和美国同时撤出了在欧洲部署的大量短程和中程导弹,全在欧洲头上的达摩利斯之间终于解除。 试想下,美苏在欧洲半岛部署数千枚种短程导弹,而且都携带核武器,一旦爆发大战必先毁灭欧洲。 再往前看,冷战的发生根源,也是苏联威胁欧洲,而美国极力保护欧洲为民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模式同时也把欧洲紧紧的放在美国战车上。 欧美形成统一战线对付前苏联,军事上除了北约之外,经济上还有七国集团,完全对苏联实全方位围堵和封锁。 而美国在此基础上,成绩建立起来了,以美元为报权的全球金融体系,领导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占据世界比例,一度达到70%,长期维持在50%以上。 再加上苏联内部政策失误,最终导致在冷战中败下阵来。 随着苏联解体,西方社会陷入空前的欢呼当中,但是美欧在失去共同敌人之后出现了奔道扬镳的苗头。 事实上在冷战时期,欧洲作为老牌工业强国,对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强行安排早已经不满。 这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做小弟,事实上欧洲一体化在冷战时期就一直在推进,只是在宣传口号上与现在不同罢了。 欧洲巴战到今天,早已经脱离了冷战时期,与美国铁杆盟友感情。 在主张多极化的世界舞台上,欧洲也极力要维持自己的位置。 实际上这一点与美国的主张完全对立,半间与美欧之间的渊源和关系。 美国没有办法在明面上做出激烈反应。 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就是现在的欧盟委员会。 接近欧洲结束欧洲金融单元,欧元诞生成为美元之后最强货币。 2010年之后的欧盟经济总量逐步超过美国,只让美国非常不爽。 最终拉一只脚在欧盟外的英国人离开欧盟。 从体量上之间来欧洲,特朗普在访问,英国时公开,称在英国主张印脱欧的前外交达成约翰逊是英雄,而对首相没一步满。 那么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俄罗斯只是借口,中国只是由头,而真正的落点在欧洲。 美国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要重新让俄罗斯和欧洲再次互相仇恨,相互威胁,用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重新威胁欧洲,再回美国领导的冷战大地之位。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